開始了 首先一個最核心的概念 各位新會員 以後我們都會變成資深會員 因為有一天 需要你 譬如說周正兄 需要你去教新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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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本身對你而言 你作為一個老闆 你本來就要具備訓練你幹部的能力 同意嗎 就算你沒有這個能力 你也得找到一個人具備這個能力 幫你做這件事 對不對 所以不管怎麼來講 新會員訓練對於任何一家公司 都是一個非常受用的一個觀念 就是任何一個人 既然他得了解故事文化 怎麼運作 哪些相關的規定 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能夠幫助他很快的融入這家公司 那我們現在是融入這個分會 所以我想給這幾個新會員一個最 我認為最好心的概念就是 因為大家都是老闆 他是有難度的 就是我們在永恩分會裡面 你會發覺到沒有主床關係 大家都是老闆 誰也不是我的上司 誰也不是我的下屬 誰也不是我的下屬 這個概念大家能理解嗎 這是第一層 第二層是我們彼此又沒有金錢關係 就是你也可以拿我薪水 也沒有拿我獎金 所以領導 有時候最難的 就是在領導一群 你不是他 他跟你是沒有上下主床關係 第二個你跟他沒有利益關係 這個是很不好的領導 對不對 那全世界紀律最聲嚴的一個團體叫什麼 你知道嗎 叫軍隊 對吧 軍隊那是你有跟國家簽訂合約的 你是要服從命令的 他是有階級概念的 我是領導 你是付出前領執行命令 可是我們不是軍隊 我們沒有拿BMI的薪水 也沒有主床關係 可是我們卻要在一起合作 所以各位知道 這是一個起點就是 大家都是老闆 大家都是老闆 老闆是 為什麼你會成為老闆 我們一定要回到那個核心點 比如說紐約眼鏡 你是創業者 你需要有人來提醒你 你應該要開店嗎 你需要有人提醒你 你應該要做廣告嗎 你需要有人提醒你 你要做好客戶的關係嗎 你需要有人提醒你 你需要有人提醒你 說你要開店嗎 你需要有人提醒你 說記得你要做業務嗎 所以我們回來BMI 我們一定要清晰的理解到 我們在我們的事業當中 我們都是自動自發的 否則我們沒辦法成為 今天作為一個老闆 不可能哪一個老闆說 我都是等著顧客來敲我的門 我才開門 等著不會給我打電話 我才有聲音 我們都是主動去開創我們的聲音 是不是這個概念 那我們今天只是回來一點 這是我看到的一個 可能的一個盲區 在大陸話叫盲區 盲區就是 你自己沒看到 但是別人看到 就叫盲區 它出現了一個 因為我們是態度很好的人 所以我們接到一個新團體 我們都會有一種態度就是 嗯 這是一個新團體 我什麼都不了解 所以我就什麼都 不要欽舉妄動 對不對 不要欽舉妄動 因為怕做錯了嘛 怕還不了解要觀察嘛 這個氛圍到底是怎樣 所以這是一個良好的態度 所引起的後遺症 所以就會導致我們很多新會員來了之後就會 嗯 嗯 就是等著 因為你沒有告訴我要做什麼 我也不敢亂做 是不是這個概念 所以新會員訓練就是來告訴各位 幾個很重要的核心 第一個核心是 分會已經 從四月份已經到現在過了半年 那加上籌備會 我們這個分會已經有一年多的歷史 所以也就是換句話說我們 你只要我們這一張表 就是這一張表 我們的籤道表 你往前面看 前面15個會員到20個會員 不管他對BMI了解多少 最起碼他已經在這個分會裡面 至少大概差不多有一年左右了 所以也就是換句話說你找他去問 欸 一對一怎麼做 來賓是怎麼約的 引件單是怎麼寫的 他基本上來講 他也能跟你分享一些他的經驗值 所以也就是我想給我們幾個新會員 一個簡單的概念 就是我們要主動的去問BMI 就是問我們 就是去找會員問說 欸 我想知道接下來我們該怎麼做 這是我給大家的第一個建議 就是主動的去問已經在BMI裡面 存在有一段時間 而且各方面都表現數據都不錯 例如說來賓也很多 引件也很多 對 出席率也很穩定 各方面 你去找他問 就我們今天講成功學 成功最快的方法就是使用正名有效的方法 然後呢 誰有健康的結果 問他健康怎麼一回事 他一定有答案 欸 就是減肥不要找胖子 是這意思吧 然後呢 這個 你要賺錢不要去找窮鬼 所以你要在BMI裡面想要快速獲得成長 就去看BMI哪些人最活躍 有沒有 來賓數最多 60秒講的最好 對不對 然後引件最多 各方面 那你去問他 他一定會跟你分享我說怎麼做到 所以這是我選點心會員的第一個建議 就是我們要主動 主動 那我的順序我就跳著講 那我還想給各位 第二個建議是什麼呢 各位想不想在分會裡面 快速的融入 同時提高你的人際關係 希望這個節目 希望吧 你去想我們分會這些人 就是臥虎長榮 臥龍長虎啊 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你根本不曉得哪個會員 他背後都認識哪些人 這是我們很難以想像的 可是只有透過一對一你會知道 就我拿我的例子來講 看起來我時候就是做教育訓練對不對 就教育訓練了 可是當我這邊要替我這個 我只講例子讓各位知道 你只有透過一對一你才會知道更多 各位我們現在看到電視 電影或者我們演藝圈 是不是有很多明星 很多歌星 你說你要認識他 容易不容易 說我想認識他容易 可是你透過我就可以 因為我哥哥是那個圈子裡面的人 我哥哥是一個很有名的 做詞做曲的人 叫吳返 親哥哥 你不來找我一對一 你怎麼知道我背後有這個資源 你想辦任何一場活動 你的獅子會 你的符輪社 你想要找藝人 你沒有關係 人家為什麼要離你 可是你找我 我就可以跟我大哥說 我大哥就說OK 你要請哪幾個藝人 我幫你找 所以各位能理解一對一 只有你去做了 你才知道這個會員 它背後的資源是什麼 它能幫到你的什麼 所以我想給我們新會員 第一個就是 你要迅速的 主動的 開始要排行一對一的行程 因為這是你增進人間關係最快 最快的方式 一對一各位 我現在跟各位講 一對一是什麼概念 清晰的讓各位知道 一對一是什麼概念 一對一的第一個核心是 你想要給這個人引見 他們說 周正兄 我想要幫你引見一些 對儲具有興趣的 我想要給你引見 這是你促成一對一的第一個動機 欸 明珠姐我想要給你引見 所以我去找你一對一 我想要找你一對一 所以我的朋友好像要配眼鏡 各位它是一個起心動念 那大家記住 在這個地方有個美感 有個非常細的細節 是你想要這個念頭很好 可是不代表你一定有 他比如說 我想要引見有人找你做儲具 可是不代表 我立刻就有這樣的人可以給你 我只是有這個想法 那只是透過一對一 我了解你是做中式的 還是做歐式的 你是做高檔的 還是大眾的 我了解完這些之後 我才清楚知道說 喔 我哪些朋友是可以給你的 可是我如果不來找你一對一 就會進入一個什麼狀態 叫亂介紹 各位什麼叫亂介紹 洪凱 假設你現在沒有女朋友 當然我已經知道你有女朋友了 假設你現在沒有女朋友 你發出一個信箱說 欸 我想要交女朋友 請大家幫我介紹 來 請問一下怎麼介紹 四個你的就行 同意嗎 四個你的就行 同意嗎 十五歲可以嗎 未成年 不行 八十歲可以嗎 太老了 結過婚兩次以上的可以嗎 對吧 你就發現到 所以不是你想給我介紹 你先來了解我 我想要找身高多少的 體重多少的 年齡段多少的 我得了解完之後 我再給他介紹 才不會浪費他的感情 不然兩個人一向心至少半個小時 然後又不來一點 又要裝的 是是是 就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不知道一對一 就給他亂介紹 就會有這種情況 是還不是 我這個比喻有沒有很貼切 所以你去想 我去找中正兄做完一對一 我是不是就很清楚知道 他服務的項目 類型 範疇 所以我在給他介紹的時候 是不是就比較精準 是不是這個概念 可是這只是第一成功了 像就像留言以前 我是不是找你做過一對一 所以你信不信 我現在要給你介紹 我就很清楚 我不會給你們介紹 我不會給你介紹那個有沒有 例如什麼光眼鏡的那種 很便宜的有沒有 送人家都不要那種 就不可以介紹 因為我知道你的檔資在什麼地方 是不是這個概念 我去了解過田總的生意 田總基本上來講 他也不是說一般裝耕的女招 這個他基本上也不怎麼做 除非關係好到一個不行 那就定當別人額外服務 不然基本上 他主要的目標組織 不是一般的出家 所以這些都是要透過一對一 你才會去了解你的細節 那我現在講 他的第二層功能 是營人際關係的關鍵點 你去想喔 中正兄且不論我有沒有本事 給你介紹到 可是我願意去坐在那邊 聽你講你的業務 請你告訴我 你的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做這行 你在這行的特殊點是什麼 你的賣點是什麼 你都是怎麼做的 你會發現我是很真心誠意的 敞開心胸的 聽你跟我講 您的業務 所以有沒有發現到 如果作為人際關係而言 你對我印象是不錯 欸 大叔來找我 聽我講我的業務 而且聽得很仔細 人際關係會不會變好 對不對 你就是有去找你 且不論我有沒有本事給你 可是我這個行為 也會讓你對我印象很好 那我去找你 且不論我現在 有沒有介紹聲音給你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願意花時間在你身上 了解你的業務 所以宏凱 你想要最快的 最短的時間 這樣的人際關係 就是你要去找別人 去了解我們其他會員的業務 然後想方設想說 欸我想想看 我有沒有什麼樣的資源 可以問你介紹 且不論有沒有能力做到 這個行為 這個心意 別人就會感動 就覺得欸 他很有心 你看他想幫我 且不論他到底還能不能幫上 可是他已經花時間 想要了解 怎麼去幫到我 拿到我想要的意見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我們作為新會員 你想要最快的 人物團隊 你對我們的會員 一定要有個概念 叫如蜀嘉珍 當然我現在 也不算完全 可是我應該相對來講 是做得比較好的 除了我們這幾個新會員 我還沒有深入去 了解你的業務以外 其他的幾乎 我可以說 我們每個會員他在做什麼 我都還算蠻清楚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都要有這樣的一個認知 就是你 能不能把我們的會員的 他們的行業 他們經營的東西 如蜀嘉珍說出來 你看伊德大哥 那開玩笑的 就撤了專業 然後我們那個誰 看啥子 主流人士 然後我們的誰 孫摩君走文具找他 就你能不能每一個 你都能講得很得意 就這是我們的會員 他真的很棒 你的人際關係肯定好 對不對 所以各位去想 如果你一週 你約見一個會員 做一堆 我們有42個會員 半年你都做不完 你想想看 半年你都做不完 可是這樣 對於我來講 我覺得這樣太棒 半年了 你都沒跟他做過一堆一 講實在的 那假設我是排到第42的那個 我對你一定有意見 你讓我等了42週 再來找我 是不是這個概念 所以大家應該盡其可能的是 盡可能的 一週兩次三次去 當然這個還要看你的行程跟時間 如果你時間允許的話 我是建議你 這個速度要快 最短的時間 瞭解每個會員 他到底在做什麼 他到底在進去什麼 他的賣點是什麼 他需要什麼樣的引見 且不論你到底能不能實際上 給到他引見 可是這一份行為跟動作 這一份心意 對方是可以感受到的 好不好 這是我給我們幾個行為人 一個重要的方向 所以接下來你們就發現 你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對吧 那我是跳著順序講的 那出息的這個部分 我就不用再多說 你會發現出息真的很重要 你去想一想 今天我們有大臣 找了他代理人 你會發現到 只要他能夠維持住他的出息度 很穩定 所以即便他人不在 他代理人在 今天大臣聽到很多引見了 給大臣一個外部引見 給大臣一個內部引見 人得在 可是你去想 如果他的人沒有在的話 是不是就很老闆 你給引接那個人他不在 你給他引見他不在 一次 你給他引見他不在 兩次 第三次你就有點懷疑 我還要給他嗎 因為他都不在 所以各位知道 出息就是如此的重要 那我要把講到客觀一點 我們不是說 收引見的時候我能要出息 我們做任何的事業 會不會有客戶的問題要服務 你服務也要在啊 就是客戶問題你也要在啊 我們要我們出息力 就是我要給顧客一個什麼感 就是你要 你要給我介紹生意我在 你有任何客戶抱怨要服務 我也在 絕對不會因為我 有什麼風吹雨打 一些身體什麼不舒服 我這個位置就缺了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信用值 就是你那個位置始終都有人在 大家都覺得 你這個任何問題 因為不管如何 會有人替代你 不管是承接業務 或者是解決顧客問題 都會有一個人 都會有一個窗口在 所以我就要跟各位講 出息是你在PFI 如果你要一對一做得好 首先你也得出息 如果你出息力不穩定 你的一對一也不可能做得好 因為它是矛盾的 他們說你出息不穩定 可是你一對一做得很好 可是不好意思三次沒有出息 第四次就拜拜 一對一做再多也沒有拜拜 就像人沒有活著其他都是浮雲 出息就跟活著一樣重要 活著其他所有的一切才有雲 活著才會有什麼人生的追求 家庭幸福美滿 環遊世界 照顧子女 孝順的父母 你得活著 你都不在了 你那些都是浮雲的 所以你得出息 出息是確保你的會員資格 可以一直進行到最好 然後再來一對一 所以我的剛才六四季是跳的 但是我想跟會長出息就是這麼的重要 第三個 持續的參加培訓 各位去想 BMI是一個全球性的系統 它已經有超過16萬 聽說目前已經18萬會員 18萬會員在這個系統裡面運作 我們去想一想18萬人 我很想跟各位講一個這樣的比喻 你們聽聽看喔 我們這個會員現在有40個人 你敢不敢說也是最聰明的 你敢不敢說也是最有智慧的 你不敢講 40個人你就不敢講了 那4千人你敢講嗎 4萬人了 你就去想高手在人間了 就像易德大哥如果沒有出現 也許有人就說我車我很厲害好不好 可能你遇到易德大哥就知道 人家聽聲音就到問題在哪裡 你要拿儀器檢查半天 誰比較厲害 所以你根本不曉得 到底這些人有多專業 你根本無法理解他到底有多專業 可是這些專業的人 他們會不會去思考BMI的系統到底是什麼 你去想有沒有可能裡面有會計師 有法官 有律師 也許有工程師 也許有品質檢測機構 包括我們的驗證公 我們驗證代表心虛大哥 你知道心虛大哥 他滿腦子都是驗證思想 是一套非常細膩的思考模式 也就是說如果BMI這個系統 是有瑕疵的 不可能16萬人在裡面相干如此 各位能理解我的意思嗎 我們40個人我們都不敢說 我們是最厲害 更何況是16萬人 所以這裡面一定有極其專業的人士 已經看過BMI的系統 參與運作 這個系統真的很完善 真的能夠最大的限度去提高 我們每一個人的業務量 可是重點是 你知道怎麼做嗎 就如同我剛才說的 這台跑車可以跑280公里 你知道怎麼開嗎 你不會開 你是不是就開計程車的速度 60、70 你把BMI可以幫助你未來生意 增加30%到50的系統 你把他隔著繼續當個業務員做推銷 你有沒有發現你在浪費資源 你擺著這個資源可以幫你做口碑行銷 你不用 你天天來這邊當推銷員 你有沒有在浪費資源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要參加會員培訓的核心點 會員培訓就是由執行董事 他會去尋找在BMI裡面 相對來講 成就也好 表現也好 理解力也好 都是經過他審核 他們很懂BMI 而且BMI幫助他們的事業做得很好 所以他請這些人來分享 BMI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 那你不學 你只是來開會 當然也不錯 只是一對一也不錯 也就是說你最多就是 你來出席你很穩定 你做一堆了解會員事 可是你還沒有讓系統 幫你去穩定你的生意 發展你的事業 你還沒有做到這一點 它是需要學的 所以我到目前為止 每一場BMI培訓 我從來沒有確信 每一場 因為我都很怕 少學了什麼 我就慢了 好 理解這個概念 所以教育跟培訓 我們一定要有認知 他不多 他一個月就一次 每個月就一次 所以 而且我們通常都會在一個月前就宣佈 所以大家應該要 行為員們一定要盡其可能的 把那一天空出來 因為有可能那一堂課你沒參加 你可能就是 以時速80公里的速度在前進 可是那一堂課參加 你可以就提高120公里在前進 他是有差的 所以我們都知道一件事情 只要車在走 就好 最怕就是停止不動 各位開車都有個經驗 車只要有在動都好說 可是一旦停止不動 所以我們最怕就是 在BMI裡面空轉 就是你只是來出席 可是你沒有進度 這時候很明顯就是 你會員培訓參加的不夠多 那當然一個月一次 輸藥是不夠的 我認為 我認為一個月一次是不夠的 可是我們就規定一次 那你應該怎麼做 你應該去 在一次以外 去找到更多的資深會員 或者在BMI 各方面都表現比較好 找他 再跟他請教 多一點經驗 就自己去補足那個培訓補足點 你包含直接找資金董事 直接討教都行 直接找我 找資品 找伯駿 找哲 就是這些特別資深會員 找他 畢竟運作這麼久走 所以有一些正確的方法 能跟你分享 好 下一個 下一個部分是 就是我們來講的 您的專業呈現 看我們今天來問一題 你對今天你的專業呈現 你給自己打幾分 對 你給自己打幾分 六十人 你給自己打幾分 幾個不錯 對 田中你給自己打幾分 還不錯 你給自己打幾分 所以你看 其實這裡面就裡面反應一點 很簡單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跟我們一定要這個概念 這個是我把它放大的概念 可是一定要這樣想 你的五十秒 四十秒才會精準 你有沒有這樣認知 我們的來賓 有可能只有跟你 只有這一次見面機會 下次再也見不到 有沒有可能 對啊 有可能嗎 只有運氣不錯 結果等一下他還會再來 第二次 那當然最好的就是他成為會員 那就沒問題 每次都可以聽我講 可是你要記住 你的六十秒是給誰聽的 是給來賓聽的 因為他可能聽完這一次 你再也不會見到他 可是如果你說的好呢 有沒有可能他就會幫你介紹隨意 有沒有可能他就是你的顧客 所以所有人在設計你的四十秒 說你一定要想到就是 有可能他只有一次機會 就聽你講這一次 而你還講的2266 33445566 你不是在跟自己的招牌開玩笑嗎 有沒有可能你說的特別好 搞不好你立即就有眼見 有沒有可能你說的好 即便我不成為會員 我不加入會員 可是我要找你買眼鏡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都有可能 可是重點是你在這個四十秒 你下多少功夫了 有多少人是對著馬秒練 因為我在技術我很清楚 只要那個四十秒當結束了 我知道他一定練過 不然不會這麼準 就剛剛好四十秒當當他就結束了 夠水準 他一定練過 他一定練了很多次 因為我早期加入的時候 我自己是職業講師 我最早說是六十秒 我都練多少次才剛剛好六十秒結束 你想想看 所以大家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 錯失一個機會 你看那個姜格雄給讚 對 你去想 他是做LED招牌 假設我是花錢做廣告 他是不是每次刊登 他是不是有秒數 他比如說這一則廣告 他比如說八秒鐘或十秒 我有沒有精心設計這八秒到十秒 因為可能那個騎摩車路過的 只會有這一次機會 剛剛好停在旁邊 剛剛好停下來 剛剛好看到 就這幾秒鐘有沒有很關鍵 如果我裡面不知道要在說什麼 是不是就浪費了我這一次的呈現計劃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各位在四十秒的部分 大家回去一秒練 對著馬秒練 怎麼樣講的 所以我還想跟各位講 大家好 大家早上好 我叫什麼名字 不好意思十秒鐘沒了 可是那些東西 對於這些來命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大家好有意義嗎 很高興認識大家有意義嗎 我叫什麼名字有意義嗎 你叫什麼名字都沒有意義 他最重要是 他記住 你是做這個的 好我記住了 這樣就好 他只要記住你是做什麼的 你提供了什麼東西是我要的 就OK 比你的名字重要 比你什麼大家好重要 比你的前面那些課堂都重要 所以各位 以後我們時間還會縮短到三十秒 你嗨 大家好 我叫什麼什麼名字 我吃什麼什麼產業菜 不好意思 當第一次已經出現 你剛剛講完 當就出現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思考 完全你要按照做廣告的概念 你去想 我們電視上的廣告 沒有一句是廢話 他是算秒算前的 他每一個畫面都是經過設計的 然後就是讓你看完廣告 喔好我要買 或者我有印象 好我以後去超市我要選他 他全部都是經過設計 就那幾秒鐘 他就要清楚表達 你需要來找我 所以到時候這樣的人 要不要講堂這個課 就是 你在幫客戶設計廣告的時候 你要具備什麼因素 因為時間就這麼短 你必須要這麼短的時間 打出那個關鍵要素 否則別人不知道為什麼要找你 對還不對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這個新聞會員 是你們要注意的 你們一定要在領的四十秒用心 那你會發現像這次大哥 你會發現到 每次都很期待他講 對 你看這種感覺就很好 那你會發現有些會員 一講你就 欸 耳目一新 然後給他找這鬼 這代表他有準備他用心 那到底準備什麼概念 方向是什麼 一個邏輯 就是他聽完之後 他腦袋裡面可以聯想出 喔什麼什麼人是可以給你介紹 你就成功了 包含我自己在內 對還不對 就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下一個 下一個是我們講的來賓的部分 來賓的部分呢 在這次會員培訓呢 我們自己的董事 他即將會 拿他去香港 這次取到 在大陸話叫取得真經 取經回來 去香港 東方之初取經回來 什麼經 畢業班聖經 那基本上 因為我經常跟這種在一塊 他已經透露一點東西給我們 非常的經典 非常核心的思想 但是我不能 你知道嗎 看定最怕的就是劇透 都跟劇情都講完了 你還看嗎 對不對 可是重點是我講的再精彩 有沒有比你去看的精彩 肯定沒有 對不對 所以說在來賓的部分 只懂要講那個部分 我就不提 可是我給你們提一些 我帶來賓的 概念就包含今天樹林分享 今天樹林分享就是 你的顧客 他拒絕你 可以有N種理由 可是你永遠不要去想 他是在拒絕你 我還是要展示這個概念 因為 人都是這樣子 就是你現在正忙 他沒有空聽你講 沒有心情聽你講 那他肯定就是 對不起我沒空 我沒時間 對不對 所以 我們今天做業務 做久了 被拒絕是很正常 可是我們都在學會 怎麼調適情形 怎麼調適情形 可是在PMI 其實是 沒有這一回事 我剛剛其實 我今天已經分享到一個點 如果我要給你介紹 是李嘉誠 我怎麼可能怕被你拒絕 各位 我們就來思考一個點 你覺得我們分會 以這樣的團隊 別的地方我不敢講 整個桃園來講 有比我們這個分會 更好的團隊 就是 我該挑戰你們 就是你們的 你們所有接觸過的社討 不管是市民會 福人社 親上會 你們看過這樣的議程結構 這麼流暢 這麼完整 對不對 每個人 就是這個會議 是由每一個人 努力完成的 而不是某一個人完成的 這種議程結構 是很經典的 所以我非常有信心 任何一個人 不管他成就多大 我都可以把他邀請來現場 為什麼 因為你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個世界級的議程結構 世界級的 所以你看 為什麼說我們 羅曼師 董事長 包括我們今天那個建築師 都是很有成就的 為什麼他看我都覺得 不錯我要入會 因為 我再講白一點 任何一個老闆 他都很希望 他的員工 他的幹部 你能不能學學畢業牌 開一場這麼有效的會議 開完之後就容易艱難 是不是都很夢寐一球 就這樣 如果你以後有員工 信任他們也像這樣開完 準時開成 準時結束 所有流程都設計好 沒有一句廢話 對啊 所以 所以各位 那個概念就是我比喻的李嘉誠 我要介紹李嘉誠跟你認識 我怎麼可能害怕你去接 我會給你很多的機會 因為你只是不了解 等你來你就知道 喔 原來這麼好 不管他後會入會 他都會感謝 我對我們分會有這個信心 只要你帶你的來賓來 他後會入會 他都會感謝 因為你讓他開了眼睛 你讓他看到 喔原來世界上 有一種這樣的議程結構 有一個這樣的商業團體 是透過彼此合作 彼此在做專業呈現 做專業交流 在一種很有系統規模底下 大家都在發展自己的聲音 而且誰也不是誰的老闆 誰也沒有拿誰的獎金跟佣金 可是大家真正能合作 這是 很難得 我可以講 是業務界的一片淨土 就是BMI 我最喜歡BMI就是 我們很多人給我介紹生意 介紹就介紹 沒有COVID-SHO 那我幫別人介紹 介紹就介紹 你也不用給我 感覺多單純 多好 當然上下有廠商例外 上下有廠商例外 能力的正義 好比說 底下就有一個你的店面 那他訂你的貨 你肯定要給他獎金 對不對 好上下有廠商例外 但是絕大多數我們 基本上會員之間 沒有這個用金問題 沒有利益問題 就是我就是幫你介紹 很真誠我去幫你介紹 祝你成功 需要幫忙什麼 你說話 我盡可能的去考慮 你會舉個例子 正想幫看雜誌 多麼費勁的去約到那個董事長 來親自出現 轉移他的信任感 然後簽約成功 來請問一下這60萬的訂單 配分需要分兩成給他們 不用 但人際關係上 你如果願意請他吃個飯 讓事業到別人 可是你就是你的業務 恭喜你晚餐 就這麼單純 就這麼簡單 感覺好不好 對 這就是我想講 大家在約來賓的部分 我希望新會員 你跟BMP會有一個很棒的蜜月期 就你現在是新人 剛接觸 你一定要跟你的朋友去分享 我參加了一個會 這個會很棒 我想帶你來看看 不用說太多 不用說太多 不用跟他說 我們在很早就要起床 不用 他都還 就有點類似 他都沒有意願說 我想要了解 你就跟他講很早 他一聽就這麼早 我起不了床 不好意思 對不對 你剛說吃早餐 搞不好有些人 沒有這麼習慣 這麼早吃早餐 甚至有些人不吃早餐 所以你講的那些 都是沒有 只有確定了他說 你剛才說那個 我很有興趣耶 你們一群人 然後彼此給對方介紹生意 然後 就這樣子 然後 他如果有興趣 你就 我帶你來看看 你來你就會知道 也許你會在裡面 看到你想要的 就這麼簡單 所以沒有拒絕 我還是回到那一點 如果你要給你的朋友 介紹是李嘉誠 怎麼會拒絕 只會有理解跟諒解 就是他很不懂 沒事 我要跟他再約一次 他現在正忙 沒關係 再約一次 他現在家裡面有事 沒關係 再約一次 他現在事業 具象幾個歷程 像美容姐 這個就是 這個業務 強將就是強將 美容姐這陣子 她忙開幕 她的 她的 昨天我們還過去看了一眼 她的22號開幕 就快了 今天18號 在事業就開幕 那各位都知道 如果你現在有個店 真要開幕 你有沒有很忙 你一定非常忙 所以這時候如果有人約她 你會來什麼 有沒有靠 沒靠 所以你得去理解 她現在正在一個 等我開完幕之後 OK 其他的再說 所以在這個階段來講 我就能理解 美容姐 這時候她 來賓沒有很多 什麼的 很研究發言說 大臣 她也是